我們真的沒猜錯 不是陳Sir選的 是這群人選江正勳的 就這樣看下去 蘇國成是普通精神病話者 閃世強, 黑社會成員 凱南是OL 阿Matt表面就是警察 大家的背景也很不同 他們背景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都是來自大廈 但為什麼他們會走在一起? 我鼓勵過蘇國成 去認識多些朋友來治他的孤僻症 他說會多開幾個帳戶上網認識人 現在有很多人 都會在網上找同溫層去取暖 Tim, 找TCD幫忙 查完所有跟欺凌有關的網絡群組 看看裡面的人的社群 跟我們的目標的社群 有沒有相連? 是 從今早到今我們目標了七十三個簽名 在不積學而言, 姓名有兩種意義 姓就是家族, 名就是個人 一個簽名就可以反映到這個個人 他的價值觀究竟是重視團體更多 還是重視自己更多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黑疑犯, 她還會在簽名 讓我們去抓她嗎? 何醫生, 這個問題問你 你回答她, 為什麼你寫這麼多血字 筆跡那麼容易被人跟蹤? 博拉 連環殺手殺人是說感覺的 不是說理性的 可能他們想要公眾的關注 或者是嘲笑的警方 看他們怎麼對陳Sir就知道了 而且他們還要簽名 因為他們簽了名 才可以繼續跟警方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但現在不知道誰是貓, 誰是老鼠 怎麼樣?有什麼跟隨? 我們歸類了四類的簽名 你看到這個簽名 他會用一個圈來框住自己 代表他捉起一半牆去保護自己 他不讓其他人接觸 他的生活很封閉 好了, 你看見這些 他的簽名是以簡寫作為簽名 他很重視他的私隱 亦很保護自己 好, 接著到第三類 你看見他的簽名 他的姓氏明顯比名字寫得大一點 有些名字更看不清楚他寫什麼 這類型的人 他們無論做什麼都會以團體的角度下 他們也會跟隨大隊 這類型的簽名 我曾經是參加邪教組織的人生信用運動 而來到最後一款 這款比較特別 你看見有些拱形 拱形就是受保護和保密 而不斷出現的拱形 就是極度保護自己 答應怎麼? greens長, 見了什麼? 我記得蘇國成對我說過 說他想幫杰姨改了英文名字 說要打開手機的電話簿 到第一頁就能看到 我跟他說選的A字 富人格顯身出來 主要是幫主人格承受痛苦 當他們心結解開之後 之後就再沒有存在卡證了 你會不會好恨我? 我會好恨你